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裤子的视频 没错,我今天把探测器安到了头上 不是因为我想探测,而是单纯的觉得它的小表情很有意思 看着忧郁的眼神,诶,骗你的,我又笑了,我又惊讶了 可能这时候会有观众问了,啊,你是怎么戴上去了 问得好,很简单,只需要站在这个屏风后面 就可以将任何物品放置到头上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四块羊毛,三个木棍,两个铁粒就可以了 当然,不同颜色的羊毛做出的屏风颜色也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疯狂的把自己喜欢的物品带到头上去啊 比如说,南瓜,只需要在屏风里按右键就能带上去啊 呃,好像本来就有南瓜头吧 行,我看这篝火烧得挺旺的 我想让我这2022年里也要旺一点 所以,这热得我淌口水 这傻子聪明好像被我头上的火焰吸引住了 居然也去屏风里了 好,我叫活你不是赏子啊,是我误会你了 大聪明,给你吧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几个作者设计的成就 首先是讲,你甚至都没有尝试过的成就 需要头顶着一个苹果 然后击杀一只小白就能达成 好了,我现在尝试过了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第三只眼的成就 玩家需要把望远镜放在头上 但是你这... 你确定这不是把望远镜插脑子里啊 而且看上去感觉不太聪明的样子 那我要是再放一个望远镜 是不是就四个眼了 让我看看到底是谁还没有点赞 对,说的就是你 还不快点赞 我突然有个想法 要是我把游戏里的避雷针带头上 那闪电会不会直接劈向我呢 现在已经是雷雨天气 我去在这里等,看看会不会有效果 所以说,这是真的有效果吗 下面我们再来试试把盾牌放头上 看能不能挡住小白的弓箭 直接来吧 溜溜了,没有任何效果 脸上还被插了一件 现在我把唱片机带到了头上 然后邀请到了可乐来帮我测试一下 有没有效果 至于皮肤,大家无视即可 请把唱片机放进我的脑子里 当然,我还可以充当一个行走的工作台 扫东西什么的完全没问题 那么本地视频就到这里了 总的来说,这款树女包 个人觉得是最近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这是她的名字 感兴趣的可以去Cast4上下载 喜欢的话给我一个赞吧 我是顾子 我们下期再见